阿K 嗨大家好我是阿K 然後今天來做這個雙下火焰和靈魂伴侶的系列這個視頻 因為明天我們就要出發離開這個地方 所以可能在接下來 像我剛剛講的之前在視頻裡面講的可能接下來要一段時間 沒有辦法可能穩定的更新視頻 我會盡可能的去做這個更新的一個事情 然後另外一件事就是可能我接下來會開啟Podcast這個頻道 然後可能會把我之前的一些自己錄的歌也好 或者說一些可能零零碎碎跟塔羅不相關的事情 然後可能也會聊到一些可能當下在這個整個的 怎麼說靈性成長這個過程當中的一些收穫和分享 就是類似於閒聊的一些東西可能會在我的Podcast裡面 然後我會當我可能如果比如說我在接下來這段旅行的過程當中 能夠找到自己想要定下來的地方的話 我會盡可能的去更新當下這個塔羅的這個視頻 然後今天先因為我可能現在當下這個狀態是有一點點需要去再清理一些東西 所以我可能今天的這個視頻不會很長 但是因為可能今天是新月日時的一個時間段 其實有非常非常強大的一個能量的發生 然後我其實已經很明顯的能夠感知得到了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說今天來做這個雙雙火焰和靈魂伴侶這個視頻 可能正好是一個非常對的時機 然後另外在開始之前 然後想要跟所有來聽阿Q頻道的人 關於雙雙火焰和靈魂伴侶這個系列的這個視頻 它其實是一個不是一個選卡的閱讀 它是一個集合能量的 如果你在這個雙雙火焰和靈魂伴侶這個旅程當中的人的話 你會感動真受 然後另外我想要講到一點是 其實很多人可能會認為雙雙火焰和靈魂伴侶的這個旅程是找到另外一個人 但其實它其實是一個類似於內在修行成長的一個過程 可能你會碰到你的twin flying 然後可能在這一線它會給你一個刺激點 然後讓你能夠內醒的一個狀態 是一個相互的比如說mirror的一個狀態 然後我可能在接下來的視頻裡面 可能會詳細的去講一下關於雙雙火焰和靈魂伴侶的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也有很多人問我 到底這個概念到底是如何的 它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旅程 然後我可能會之後去詳細講 所以在今天這個視頻裡面先不講那麼多的廢話 只是先跟大家講說 就是如果你來聽這個視頻的人 希望你能夠在不管是南方的那樣還是美方的那樣的那邊 去找到你自己的陰陽力量 去找到OK這個裡面可能會有相關的一些 對你有幫助的一些信息 能夠讓你以一種更好的理解能力去理解這個旅程的過程 能夠其實怎麼說我會覺得有的時候 當我們在一些經歷某一些事情的過程當中 有些東西是無法避免的 我們每個人個性裡面都有一些缺失 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些 可能不知道去處理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OK的狀態 但是可能像類似於這樣的一個塔羅站 或者說這樣的一個 宇宙給你的信息 它可能只是給你一些提點 或者說當你能夠有更好的理解力的時候 你才能夠以一種更好的姿態去經歷面對 也許依然痛苦 也許依然沒有答案 但是我會只是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至少它能夠給你一點方向 能夠讓你明白 原來這個事情是這個樣子的 OK 然後我們先不廢話講 然後我們先從 今天我會先性能抽牌 然後但是可能用到兩部塔羅牌 代表男性能量和女性能量 然後用Black Moon的這個 詹性學的這個卡牌 來做整個的連接的一個能量的一個解讀 然後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會為外加一些建議卡牌 和一些怎麼說 就是當下正在 現在雙方正在處理的一個 階段的一個一個牌子 OK 然後我們來先開始 OK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 南方能量的一個 這個牌組 然後我會先抽到 怎麼說 就是他 他腦子裡在想什麼的一個 一個狀態 然後接下來會是 情緒上的一個狀態 以及當下現在 現實當中的一個 一個環境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順序的 形式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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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其实在当下目前整个 南方南浪的一个怎么说 脑海里面的一个状态 我想讲到的事情是 我觉得可能跟现在当下的 从五月底的那个 满月月时开始 然后其实又有很多的一个变化的能量 就是可能有一些情绪上的东西 没有办法去逃避的东西 突然呈现出来 就是有一种不得不去面的东西 但我会觉得其实在 这个对于南方南浪里面来讲 其实在当下这三张牌里面 我会觉得说是有一种 overwhelming的状态 所以是停在那里不知道 接下来到底应该 要不要走向这个connection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来看到 现在是他的heartspace 就是他现在的一个情绪 对于女方南浪的一个状态 thehandman 然后我们来看到 sinch的张红红红红 就是一个阵段 6 of swords 9 of pentacles OK,然後我們來 先把那樣的牌子放到一邊 然後我們來看到女方的牌子 我先把它引進一點 然後這樣大家能夠看到整個一個牌面 然後我們先來看女方那樣的 Head space The sun Riv of feathers Night of feathers Riv of feathers King of shears I'm sure I should have the Vigo Head space Transform teeth The traveller Ace of Christos Cring of a coat Cring of a coat Six of corn 的一個蜜味 OK,然後現在這個是整體的一個 南方和女方的能量 在繼續下去時間想要跟大家先講到的事情是 在整個的雙生火焰和靈魂伴侶的連結的過程當中 不管你是已經遇到這個人 然後正在處於分離的狀態 還是你還沒有遇到這個人都好 它現在的應用的過程是 就是每個人其實都有內在的陰陽能量 都有男方和女方的能量 然後這個跟生理性別是無關的 也許你可能 你的能量可能更跟這個 男方能量相符合 然後你所處理的這個人 可能跟女方能量更符合 它都是一個怎麼說跟你自己內在的一個 陰陽能量相關的 也許可能比如說你生理性別女 但是你聽到說可能 男方能量的狀態跟你更類似 那麼可能這就是你需要去聽到的一個信息 然後另外一種狀況是 它其實是你內在的陰陽能量的一個拉扯 或者說你內在的聲音的一個 互相的一個補足的一個狀態 所以這個去可以根據大家自己的情況去調整 因為其實它其實無關於這個label這些東西 而是關於這個當下裡面 它會有一些信息能夠擊中你 然後那個就是你可能需要聽到的一些信息 然後我們來看到整個的一個連接的一個能量 就是整體現在連接的一個狀態 A helps ending and beginnings EarthEleby EarthEleby 作為一個,I analyze ok 再來 我先講整體的一個連接能量的狀態 就是大體的現在當下處理的位置的一個大的一個主題來講好了 首先先讲到8th house张牌 这个是怎么说 Ending第八宫 Ending and Beginnings 然后这个第八宫所处的宫位 它其实是一个重生的过程 是一个死亡过程 所以再讲说 当下这个连接的过程 是处于一个要有结束 才会有开始的过程 因为我会觉得说 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能量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chaos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发生 然后我会觉得说 其实很多的时候 是因为没有办法 真正正正的Let go 然后才会有一些可能 一直有牵连的东西 或者说有一些可能 就好像我们一直会觉得说 我们好像一直期待某一些东西 它就一定会发生 但是有的时候 你仔细去想想这个 这个怎么说吸引力法则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 因为或者其实在 整个的宇宙的能量的过程当中 当你觉得 当人类觉得自己有 一样的能力 可以去控制和改变什么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种 怎么说 有点类似于 以一种微小的力量 去碰撞那个强大的 那个可能 怎么说上帝给你改写剧本的 一个能量的一个状态 所以其实它会有一点 怎么说那种抵抗的感觉 但在这个里面是在讲说 其实真正正正的Let go 不是说OK 对你可以有一些hope 你可以有支撑你的信仰 说OK我知道这个事情会发生 但是不是以一种 但是不是以一种 怎么说 执着的状态 去说OK 我希望这个事情一定要发生 而是在说 你其实当你以一种态度 在讲说OK 这个事情 当下这个阶段 这个篇章已经结束了 我希望 可能会有好的结果 但是 如果没有 我也OK 就是 有点类似于那种 当你释然那个结果的时候 它才是真真正正的Let go 也许你依然有hope 有希望说OK 也许有一天我们 可能再重逢 也许有一天 可能我们再 以一种新的姿态 再遇到对方也好 这个OK 但是你需要意识到说 你的意识里面 是不是说 执着于那个结果 如果你开始执着于那个结果 就不管这些事情 已经过去多久 不管你们怎样成长 其实是你自己 把自己困在那个牢笼当中 你没有办法去 让内在 真正需要成长的东西 真正绽放开来 所以在这个8th house里面 在讲说 我们需要 在这段连接里面 如果你需要有重逢 你希望有重逢 你觉得 你明明能够感觉到 一些很深刻的连接 跟另外一个人 或者说你自己内在的 自己内在的 重逢和相连 那它一定有一些东西 是你需要 彻彻底底的放手 然后交给宇宙 去给你一个结果和答案 但你保持 依然保持着 对这个事情的 一个美好的希望 这个美好的希望 不是说 I want that outcome specifically 就是怎么说 你不去执着 那个结果的 那个状态 所以在整个的 第八空的这个里面 都在讲 结束和开始 然后包括第二章 Earth element stability 在这段牢 对于我来讲 他其实是在讲 一个事情是 为什么讲到的是一个 在整个连接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有一些东西会 怎么说 结束 我会觉得这个是可能 针对特别 这张牌特别针对 在一些可能 极核能量当中 已经可能已经遇到这个人 你明明感觉到 非常非常强烈 深刻的连接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会有一些可能 意外的事情 突然而然的 然后可能中断 其实这个 其实是一个讯号 说你们之间 有一些东西 你们的这个connection 这个基础 它其实是不牢靠的 所以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一个ending 他在讲说 你自己内在的 有一部分 可能被这个人 在你跟这个人 相处的过程当中 被激发了 然后他能够让你 像照了一面镜子 看到你自己内在的 某一些东西 它其实需要修复 可能需要去稳固的 所以其实这也是 为什么说这个 因为当我们一段关系 建立在一个 不牢靠的地基上 是它是经不起考验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考验是告诉你说 OK 这面镜子照到 你自己的脸上 你有一些东西 是需要去反省 或说需要去 去做疗愈 去做成长的部分 当你能够以一个 稳定的姿态 solid的一个姿态 去面对这个连接的时候 这个地基才不会 那么轻易的被 任何的一些考验 所寄垮 然后第三 第四张牌 就好像刚刚讲 这Virgo的能量 它其实在整个 连接里面 其实是 我会觉得说 可能是有一种 女方 就是不管男方 女方也好 她会有一种 我害怕这个失去 所以可能你在脑子里面 有一些想法 会不愿意放手 即便说可能 你从现实当中 你已经继续自己的生活 你已经可能 就是好像这个人 不存在一样的感觉 去继续生活 但是有一些东西 你感觉好像永远 shake不掉 这是为什么 就好像我刚刚讲 这个8thouse 这个里面的东西 真真正正的 let it go 是你需要从 那个怎么说 潜意识里面 去surrender to outcome 就是我期待有好的结果 但是如果没有 我也可以接受 那个是一种 我不再去对抗的 一个状态 因为在这个Virgo的能量里面 这个处女做的能量 有非常多的担忧 害怕 或者甚至有一些 对很多的一些情况 overanalyze 就是你过度的去分析 或者说过度的去解读 其实有的时候 事情就是很简单 可能就是当下 那这个状态 双方的状态 都不适合 去有一个 怎么说 你所期待的 那样的一个 一个relationship的 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是 现在整个的 三个的一个 现在的连接的能量 的一个大的主题 然后我们来看到 男方能量 和女方能量 首先上面这一行 讲的是 大概是你的 不是你的 就是男方的 男方和女方 双方的一个 在脑子里面的想法 然后第二行 讲的是 内在心里面 真实的感觉 然后下面的 最后的第三章 这一行 讲的是 现实当中的 一个环境的 一个状态 然后首先看到 男方的 这三章 全部都是逆尾 虽然逆尾 不一定代表着说 它是一个 不好的状态 但我会觉得说 在这个里面 我会觉得 其实 这个对我 我对这个 男方能量 现在脑子里面 解读是 它其实很想要 往前进的 但是因为 我会觉得说 它现在状态是 因为你看到 这个 Cring of Swords 它是一个非常 怎么说 跟逻辑相关的 一些东西 很多情绪的东西 它用逻辑 是想通的 而且它现在 是觉得说 你看到这个 Five of Cups 它是看到 它背后的 它只能看到 它当下失去的 它眼前失去的 那三个杯子 可能那些东西 已经 没有办法再挽回了 然后它忘记了 它身后还有两个 满满的杯子 在那边 甚至我会觉得说 那个代表的是一个 它继续爱的能力 然后我会觉得 这个失去 对于它来讲是 而且它其实 在这个里面 我会觉得说 因为Cring of Swords 我觉得它代表的是 女方的这样的 一个能量的绝对 它会觉得说 可能它已经 不想要再回来的 然后那个失去 是一种非常强烈的 一个悲伤的感觉 但是它不知道 要如何去跟它自己 甚至说 不知道要如何去表达 那样的东西 甚至我会觉得 在这个里面 有很多的一些 后悔的能量 所以才会导致说 其实 就有点类似于 其实它手里握着 这两匹码 这个Chariot 这个能量 战车这个能量 我觉得是它的 大脑的逻辑 跟它自己的情绪 它的逻辑可能在讲说 OK This is over I have to move on 但是它情绪 在告诉它说 OK 我还有东西 没有处理干净 我还有一些 不管是 剩余的情绪 或者说一些 一些它没有 没有办法 正式表达那些情绪 对于女方也好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冲突的一个状态 因为其实 我会觉得在这个里面 是一种 这个男方的能量 是有一种 一直压抑自己的情绪 觉得好像用逻辑 来可以处理 任何的事情 但只有这一次 因为这个连接 是一个非常非常 深刻的连接 你没有办法去 用逻辑来解释的 所以才会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 停滞的一个状态 然后第二行 讲的是关于 男方能量的一个 现在情绪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会觉得 你看到这个 King of Wands 的这个能量 它其实是 如果是正伪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passionate的一个状态 但为什么 我会觉得 其实在这个状态里面 它其实是 它的情绪里面 是它 我会觉得 在这个上面的 这个冲 就在它逻辑 脑子层面的 一个冲突的状态下 导致于说 它不知道要如何 你看到它整个的情绪里面 没有一个 cops的状态 所以它其实现在 有点在 避免那种 overwhelming的情绪 它还没有到 那个能力上面去 能够去接受 那些 这样的连接 对于它来讲 是非常非常的 intense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其实是 有点类似于 看到这个 Handman 是一个逆位的状态 所以是停下来 然后不想要去 想的一个状态 不想要去 接触这个情绪 因为对它来讲 非常的 overwhelming 然后这个page of wants 这样排 它其实讲的是 关于 怎么说 它其实有点 类似于 它还在观察 它没有办法 把那些 passionate的东西 去往前推进 所以它只能 在那边 停在那边 OK 可能甚至 甚至于在整个的 南方的南郎里面 可能有一部分人 甚至在观望 其他的对象 他可能觉得说 OK 这个只留给我 一些悲伤的东西 我不知道如何 往前进 也许我需要去 寻找新的对象 或怎么样也好 但我会觉得说 其实可能当 有些人听到 这一段话 可能会觉得说 他就是这么快 就忘了 这么快就要去 找新的对象 的一个状态 其实不是这样的 一个姿态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在整个的 双生火焰 灵魂伴侣 这个连接当中 我们是需要经历 不同的人 可能有对比 有一些 那样的一个状态 之后 你才能够理解说 我真真正正正 跟我想要相连的 那个连接 到底是怎么样的 最深刻的那个连接 我最希望达到 那个状态是什么 因为其实 当下在南方的能量里面 我会觉得说 他还没有达到 那个King的能量 那个国王的能量 他是一个 非常非常幼稚的 不知道要如何 去处理自己的情绪 因为他在这个脑子里面 能够感觉到 那个非常非常强烈的悲伤 但他不明白为什么 而且他现在是处于一个 我会觉得说 没有达到那个理解能力 能够理解 为什么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看到 现实的能量的一个 一个结果是 Six of Swords 就是这个其实 对我来讲 是一个逃避的一个状态 虽然可能 他已经开始慢慢的 把那些情绪上的 一些东西可能 已经开始平复掉 但因为其实 我会觉得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他会有一种 观望的能量 可能想要去找新的途径 是因为他会觉得说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他觉得在这一段连接里面 这个Star的逆位 是一个 Hopeless的一个状态 就会觉得说 在这段连接当中 可能他已经没有期望了 所以他会觉得说 即便是他明明知道说 OK 我好像还有什么羁绊 在这段连接当中 但是我好像 我需要先去寻找什么 我需要去做一些 新的什么东西 我才能够让自己的 这个 这个热情再找回来 这个能量再找回来 因为很多人 有的时候 会觉得在一段 关系的结束 或者Separation 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人会觉得说 会把自己变成一个被害者的心态 但其实如果真的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连接 双方都会有非常非常深刻的伤害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管是谁先说的分开 都会有同等力量的伤害的力度 如果他真的用了心的话 如果这个连接是真的真的非常深刻的话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会感觉到南方有很强大的一个害怕 其实在这个 这个为什么这个的Star 是一个逆微的状态 我会觉得会来自于说 因为他会觉得说 女方可能其实已经move on了 可能已经好像 可能他从其他的平台上 已经看到女方已经开始往前走 已经开始不再想要去 做一个chaser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会觉得有一点hopeless 他想要从这个风暴的核心当中逃离出去 然后但是你可以看到 Night of Pentacles 它是一个逆微的状态 在讲说其实这个过程 是一个非常非常slow的过程 甚至他就好像你看 前面我们在这边讲到说 有一个stay stability 然后就在讲说 男方和女方都需要去 把自己的不管是 作为一个成年人也好 去处理情绪 处理当下你现在身边的事业 朋友亲人 任何你现在 当下即刻所处的环境当中 一些情况当中 需要去把自己 有点类似于扎根的那个过程 但我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还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page of one 所以会觉得说 OK 那个让我觉得很难过的东西 我接受不了 我要先放一边 然后我想要先去看看 有什么其他东西 我可以让我开心起来 就是有点类似 我现在要去找那个joy 我才能够让自己至少先活过来 然后也许 当我在有能力的时候 我才能够回过头来 去看这个连接说 OK 这个到底对于我来讲 是什么样的含义 所以其实在我现在 当下会觉得 在这个过程当中 男方是处于一个 我想要先把自己 当下现实的生活 即刻的生活 先稳固下来 我才有能力 能够让我找回一些活力 我才能够有能力 去面对这个 对于他来讲 非常非常intense的这个连接 OK 然后这个是 男方的能量 然后女方的能量 我们可以看到是 完全不同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这么讲 然后首先第一张牌 The Sun 然后他讲说 OK 现在我会觉得说 在整个的脑海里面 因为 Three of Feathers Three of Swords 这个权杖三 那个 Heartbroken的那张牌 对于女方来讲 她其实已经在讲说 OK 当下现在 从她的逻辑层面来讲 当下现在的状态 我已经不想要再 沉浸在那个 Heartbroken的那个状态当中了 我想要以我自己为中情 然后其实我会觉得说 这个Night of Feathers 他可能已经做了一些行动 就是Night of Feathers 非常快的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逻辑 是有点类似于那种 快到斩乱马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为什么会觉得说 可能在这个 Eighthouse张牌里面 这个Ending and Beginning的 这个能量 女方能量更强 她会觉得说 OK 我没有办法 再继续沉浸在这个 这一个篇章当中了 我需要move on 如果你愿意跟上 那OK 我很开心 但是如果你跟不上 我要继续往前走的一个状态 然后第二行是 怎么说 是一个情绪上面的 真正内心感觉的 你可以看到 女方有一个Traveler 是一个Full的能量 就是我要往前走 No matter what 所以其实在整个这两张状态 它其实是一个连接的能量 所以讲说其实 女方其实的能量 现在是情绪 跟自己的逻辑 是可以相连的 它是一个连接的状态 就是我脑子里想的 跟我心里感觉的是 一致的状态 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 Three of Feathers Trigger 就是这个 Heartbroken的这个状态 激发它到一个 Transformation的一个状态 但是为什么 这个是一个逆味 是因为会觉得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Heartbroken的过程当中 它需要时间 需要去处理一些 就是压抑的情绪 可能有愤怒也好 有不甘心也好 有任何的各种情绪 所以这个会导致于 其实在那个 Transformation的过程当中 有点类似于是 还在那个 蝴蝶破茧成蝶 还在那个 蝉涌的过程当中 因为其实你看到 在这个Transformation 这个在逆味 因为这个刚刚可能 从那个 Heartbroken的状态出来 它现在需要 等待一段时间 能够把那些 在那个蝉涌里面 非常痛苦的 那个过程当中 那个本身碎骨的 那个过程当中 需要先去感受 那些疼痛 你才能够真的 释放出来 而且包括 King of Shears 然后我会觉得说 在这个 女方的能量里面 我会觉得说 其实 就是有点 类似于说 我承认 就是你承认自己 对这个男方的感觉 或说你承认 那个很强烈的 那个Love的感觉 但是你知道 这个东西 可能有的时候 不仅仅只是 有Love才够了 而且我会觉得 这个张牌里面 代表着一种 期待 也在讲说 对于 可能你希望说 我不希望你是 就是可能 我不希望你这个 男方是一个 Page的能量 是一个 Immature的能量 来跟我去做 这个联合 我希望你是一个 King的能量 能够匹配到 我的轨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会觉得说 是一个 在女方的 大脑层面上 和心理层面上 都是一种 我开始想要 面对我自己的 内在最真实的需要 我不能说 OK 一味的妥协 如果你达不到 那个要求 我可能 因为我能够敢 因为女方 其实是能够 就是认知到 那个 那个深刻的连接的 但是 她没有办法 去面对一些 可能 跟她想象当中 应该要走的 那个方向 不一样的 那个事实 所以才会有那些 当你有很强烈的 失望落差的时候 你会发现 可能会责怪对方也好 可能会 有憎恨也好 所以这个是一些 为处理完的情绪 但其实我会觉得说 至少在这个 Heartbroken 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让她知道说 你真正所期待的爱 是什么 而且不会因为 这个而妥协 因为你现在开始 已经说 OK 我是这个center 我是我自己的中心 我不需要 就是 去以一种妥协的姿态 去完成这个连接 即便你知道说 OK 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连接 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但你知道 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了 然后下面的 这个现实的环境 在当中 讲到说 Ace of Christos的一个逆位 然后 Queen of Horns的一个正位 然后 以及 Six of Horns的一个逆位 其实当Six of Horns的逆位的时候 我觉得他其实在讲说 当下可能 你所期待的那个约年 或说你所期待的那个成功 可能还暂时需要等一等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 你需要开始 慢慢地去经历这个过程 然后让他知道说 OK 去符合 因为其实 可能有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可能有一些 在双生火焰经历的过程当中 有的人可能在这一世 可能都没有办法达到那个连接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 当一个人在灵性成长的路程 路上走得很远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追不上 你没有办法让这个 在灵性成长level 更高的一级别的人 能够去降级 去妥协这个 这个 这个可能在低级别的人 让低级别的人 去拔高那个层次 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对于双方都很痛苦 我们不可能在 in the middle 所以很多有的时候 可能在双生火焰 或灵魂伴侣里程的人 属于可能 更awaken的那个人 他可能会去找到 可能更匹配的一些 soulmate的一些状态 可能处于更低层次 完全没有办法达到 那个醒悟 觉悟的一个状态的人 可能去选择 跟他level更匹配的 一个soulmate的一个状态 所以其实这个 是可能的状态 只是我会觉得说 你不能因为说 OK 这个连接 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或者对我来讲非常深刻 对 那个是事实 但是它不一定意味着说 我一定要达到那个union 在这一身 它可能会有 在这一世 有一些课题 激发给到你 能够照一面镜子 给到你自己内在的一个状态 让你理解说 OK This is my lesson I need to learn and move on OK 然后这个是 six of a corns的一个 一个 为什么是一个 逆位的一个状态 然后第二张牌 queen of a corns 然后其实就好像 我刚刚讲说 即便说在整个的一个 比如说可能 因为其实在女方里面 这个ace of first 我会觉得说 她会觉得其实 她有点类似于在衡量 觉得说OK 我真的能够感觉到 这个连接非常的深刻 但好像失去她 或者说彻底放手她 我好像就失去了一个机会 但其实不是的 我会觉得说 很多的机会 都是靠你自己来创造 只是我会觉得说 在当下这个情况里面 你需要把你自己的 那个能量找回来 因为queen of a corns 是我非常希望看到的能量 它是你自己 就是怎么说 把你自己的能量去 clean back 就是你把自己的能量 找回来之后 你才能够真真正正的 完成这个transformation 不再处于 那个heartbroken 那个状态 而且不会再认为说 这是一个 其实有 就好像我一直在讲到 讲到一些事情 就是说 所有的失去都是获得 也许当下这个机会 是给予你们各自 一个双方成长的时间和空间 也许等到 可能五年十年之后 你再回来看这个连接 你才会知道说 对的人一定会回来 错的人已经 不会再出现在 你的生命里面 OK 然后这个是关于 今天的双方火焰和 灵魂伴侣的一个视频 然后希望这些信息 能够帮助到大家 然后就像我 另外在讲到的 在前言里面讲到的 我会 接下来 因为我可能要 离开一阵子 然后 所以 我不太确定 什么时间 能够更新 这样的一个视频 然后如果在 整个旅程当中 有朋友 想要做个人 这样的话 是可以跟我 邮件联络 因为我可能会在 接下来的时间 去断解所有的 social media的 一个联系 只是想要真的 重新去充电 去找到说 自己真正 想要做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的 一个状态 然后另外 刚刚我讲到 我的 我的podcast 然后已经 应该现在在 Apple 和Google 里面已经 已经有了 我只是暂时 先把我过去 曾经的 可能一些歌啊 或者说一些东西 上传上去 然后如果有 兴趣的朋友 可能 没事觉得无聊 想要听的朋友 可以去 去关注一下 然后会把这个链接 link到下面 然后Spotify 因为暂时 没有办法 就是可能 我都是翻唱的歌 所以它暂时 没有办法 去同步 但我接下来 可能会做一些 聊天的主题 也好 关于 灵性成长 关于塔罗 或者说 关于RQ 自己的一些 生活的闲聊 可能都会在 podcast里面 去讲到 因为可能 就是这样 可能在旅行 过程当中 会比较方便一点 OK 然后这个是 关于今天的视频 希望